哈喽各位腾讯视频 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詹姆邓紫棋 有什么私服搭配小妙梢吗 私服穿搭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突出一个 你今天想要highlight的一个单品 就是重点在哪里 你想要大家最注目的点是在哪里 它可以是一个你新买的一个包包 可以是你的球鞋 可以是一些饰品 一些眼镜 或者可以是你的衣服 就是你要知道哪个是重点 如果出门只能搭配三药时尚单品 它们会是什么呢 如果我很敢 那我一定要帽子 如果我要去机场 那我一定要球鞋 如果我要晒太阳 那就太阳眼镜 我们看见了紫棋前段时间 有带着自己工作室的小伙伴 去迪士尼玩 被大家称作中国好老板 觉得迪士尼最好吃的美食 和最想再次挑战的项目是什么呢 最好吃的美食就是那个火鸡腿啊 我那个真的是没想到 我知道它很有名 但是我没想到它这么大一只 而且这么重 就拿到手上已经觉得是非常重的一只火鸡腿 而且吃的时候 你想象不了原来是这么好吃 你以为就是拍拍照而已 但是真的很好吃 然后最想要挑战的 里面有一个非常 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 但是它是非常快的一个 像骑在摩托车上的一个机动游戏 那个我觉得还挺刺激 我当天就玩了两次 火鸡腿最后吃完了吗 没有吃不完 太大了 所以最后我们分着吃 我们四个人叫了两只火鸡腿 那天有什么场景或瞬间 是有让你一秒回头年的感受吗 最后那个烟花的表演 那个城堡烟花表演实在是太美了 真的太美了 我一开始还在那边很天真的以为 我可以举着我的手机从头到尾拍 但是后来我觉得美到我真的无法只看着我的手机屏幕 所以后来我放下了我就看 有等很久吗 也没有等很久 因为我觉得当天我们的行程还是 就是安排的还挺准确的 我可能到那边等了五到十分钟就开始吧 下次在工作室的伙伴们团结的地方和形式有什么打算吗 我们现在已经去过吃火锅 已经一起打过游戏 已经去过迪士尼 下一次的话 等疫情好一点 大家一起看演唱会吧 有一些我觉得还是挺有天赋的 因为我早阵子刷到一个歌迷 他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唱我的歌 他不是只是模仿我的唱腔 他把我的所有手势都模仿了 我还觉得挺像的 什么样的翻唱无意让你翻牌呢 要么你就唱得非常好听 要么就像上一次我看到的 就是他的手势实在是学得太像我 我觉得我不转发他对不起他 20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年初给自己立下的flag完成了吗 今年年初我给自己立下的flag就是要准备巡演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实现 我把这个flag顺眼到明年 我希望明年就是整个大环境都会好起来 就是疫情会好转 然后大家都身体健康 然后一起去看邓紫棋巡演 这一首歌首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导演 李璇导演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特别没想到就是他这么年轻 但是他拍的这么好 然后这一个MV里面我也尝试了 我首次的这个古装造型 还真的挺适合的 我觉得太不要脸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帅 所以就是里面有好一些东西我都挺怕的 比方说我怕火但是我要射火箭 然后我怕速度 但是我要去拍一个骑马的马 在奔跑的那个场景 那怎么拍我不告诉大家 但是挺刺激的 就是我尖叫了很多下 慢点 慢点 慢慢走 慢慢走 走得好快啊 而且我怕高度 但是我要掉钢丝 掉钢索 就是那个威亚 所以还挑战了挺多我怕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效果实在是很好 所以克服一下自己的恐怖